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然就是某某家的闺女嫁得好啊 彩礼给了28万 家里住别墅 开豪车 婚礼热闹得很 光烟酒就花了十几万 安娜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 反驳道 嫁个有钱人就是好了 就一辈子幸福快乐了 安娜妈瞪着她 不然呢 难道嫁个穷人就要嫁得好 有钱人就一定是坏人 穷人都是好人 有毛病吗 我跟你讲 人家越是家境好的男孩子 教养越好 见识也多 反而不会乱来 有些家境不好的男孩子 一生的大男子主义 玻璃心 臭脾气不说 因为没见过世面 没有过美女给她治好 一旦有人勾 你看她跟不跟着走 总之 嫁给家境好的 幸福概率肯定是大一点的 你从哪儿学的这种假高清的调调 还反问我 安娜感到有些无奈 连忙说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家境不好的 当然有不少脾气差 品行不好的 家境好的也有很多人品好 长得好又努力的 而且我也知道 贫贱夫妻百事衰嘛 加个家境不好的 每天柴米油盐 再好的感情也容易吵架 我懂的 那你什么意思 安娜妈问 我只是觉得啊 找一个一辈子的伴侣 是要综合来看的 要看彼此合不合的来 对方的品行好不好 够不够努力等等 说实话 现在的社会风气实在是坏 各个结婚跟比赛似的 都要嫁家境好的 闭着眼睛相亲 只要对方条件好就嫁 怎么可能幸福呢 你就这么幸运 给你碰上一个条件好 人又好又爱你的 哪能呢 你何德何能啊 看看自己 也不过就是个普通人而已 安娜还要再说 安娜妈就迫不及待地打断她 你从哪来学的这些酸话 我呸 反正你要听妈的 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要多 坑不了你 安娜本来有个 处了两年的男朋友 可惜对方家境普通 安娜父母不满意 为了让人两人分手 不惜一段旧关系 甚至自杀来威胁安娜 安娜痛苦 跟父母吵了不下十几次 抗争了两年 父母都没同意 最后 安娜的男朋友退缩了 和安娜分了手 娶了别人 安娜的妈妈很得意地说 你看 我就说这人靠不住吧 她还说爱你一辈子呢 还不是跟你分了手 安娜稍心欲绝 好 你们觉得让我嫁个有钱人 就是为我好 我就能幸福了是吧 那就看着吧 后来安娜通过相亲 认识了一个家境好的男生 陈斌 陈斌家里是开大工厂的 安娜父母直拍手 这个好 赢你以后肯定能幸福 安娜和陈斌结了婚 陈斌家给了三十万彩礼 婚礼办得也很盛大 安娜家的亲朋好友 都恭维他的父母 哎呀 你们好福气啊 女儿嫁得好啊 安娜父母觉得脸上有光 别提多得意了 谁知道三天后 安娜就跑回娘家来了 说要跟陈斌离婚 安娜爸妈懵了 好好的日子 你做什么做 安娜拿出手机 这是他前女友发给我的 你们看看吧 原来陈斌认识安娜之前 还有个女朋友 那女孩当时都怀孕了 可是陈斌认识安娜后 发现安娜学历高又漂亮 就骗那个女生打了胎 然后拿了十万 跟那个女生分了手 安娜对父母说 跟这么狠心的人过日子 我接受不了 安娜父母还想劝 安娜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看她为了你 跟那个女孩分手 说明她是爱你的呀 你看你们刚结婚 要是就离婚 我们的老脸往哪儿割啊 安娜冷笑 原来你们不是在意 我幸不幸福 你们在意的是你们的面子 在意的是别人对你们的羡慕 一番话 说得安娜父母低了头 后来安娜还是跟陈斌认了婚 她决定下一次 一定要顺存自己的心意 找另一半 因为自己喜欢什么样的 能和什么样的人过日子 只有自己知道 就算自己最后看走眼了 也没有关系 起码那是自己的选择 成年人应该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不被别人左右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